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的宫斗区都以外戚把枝草认为祖先 和我们的宫斗区不是宁闭心境 选用了丧失的题材成功的信了王主义 男主是朱志勋 他曾经出演过宫中的姓王子 在王国中他是世子李仓 剧情方面的话是李圣王朝的君祖幻席 他在租草的时候就挂掉了 所以为了保持朝鲜 赵审将和他女儿继后赵王后不让任何人去见 国王朝廷大臣不可以见 连世子也不可以见 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 国王驾风的消息像长翅膀飞向往民间 本来的话君祖驾风 世子继承王位 但此时赵王后怀有身孕 如果生下的是儿子就可以立即继承王位 所以呢一心想窃取王权的赵氏家族 就强行让前御医用生死条把国王变成了上尸 在寄国王治疗的时候 御医的徒弟被国王给咬死 御医的话呢将其尸体带回了家乡东来 当时东来正遭受着饥荒 当地的官员作为医馆里面住着很多的病人 但很多病人的话呢 不是因为病死的 而是因为饿死的 可以幸存的人也不是领了旧脊梁而生存下来 而是以邻居的死似的肉而存活下来 剧中一个当过兵的病人永静 将御医涂地的尸体炖了煮成肉 给病人去分食 只知道病人吃后就口吐白沫 立马变成了上尸 另一边世子查出了国王的病因 也为了自保他前去东来 为御医赵氏家族独独逼人 派取追兵 穷追不舍 另外一方面的话 世子要面对那些日佛夜出的丧尸 而作出救出子民 而发展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故事 目前的话呢 在第一季的故事中的话呢 是围绕着王权的斗争进行的 推进故事发展的 就是烙饥荒 百姓食人 丧尸蔓延 丧尸家公斗的一个剧情 格外的刺激 而且在韩国出丧尸片的时候 把人物的人性展现的灵异禁致 我们在国王中可以看到电影级别的画质 当然也会因为篇幅的原因的话呢 有些剧情的话呢 它可能是为了再给第二集再做铺垫 并没有交代的很清楚 所以的话呢 会给观众留下一些疑问 比如一月一 为什么老国王咬死的御医的徒弟 他没有变成丧尸 而医馆中的人都变成了丧尸 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代丧尸和二代丧尸来形容 老国王和东莱医馆里面所变的丧尸 在特征和性质上有完全的不同 关于老国王是怎么变成丧尸的 我们在每一集的片头的话呢 都能看到 老国王是在死亡之后 御医将生死草捣碎 将银针扎入他的硬堂的穴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老国王复活为丧尸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初代丧尸 初代丧尸的话呢 有很强的攻击性 但被撕咬的人 只会死亡 不会变成性的丧尸 因为被老国王 撕咬的宫女侍卫 都是直接死亡 并没有传染 成为性的丧尸 正因为不会传染 所以赵承下曾命令所加 必须有足够的活人 供老国王使用 这些被老国王 咬死的宫女侍卫 都会被秘密的尘 失于皇宫后花园的湖中 那么具备传染性的 二代丧尸 是从阿合而来呢 被初代丧尸 咬死人 虽然是直接死亡 但不具备传染性 但是他身体 也有余毒 如果活人吞食他们的血肉 吃毒会在人体 进行蔓延变异 使使这些人迅速死亡 变为二代丧尸 疑惑二 是谁一直向赵丞相 通风报信 看过去的人都不难发现 这个报信的人 就是世子身边的侍卫 尚未到达东来时 赵丞相已经知道 世子要前往东来 当时的话呢 也只有侍卫知道 之后再录给赵丞相 一次次的通风报信 他出卖世子的话呢 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的话呢 他是一个哀气如骨 尽小慎微的影响 把妻子和家庭放在第一位 当世子亲口承认了他在谋反时候 家人也毕竟认为 追随世子的他也参与了谋反 家人的话呢 肯定会受到千年 同罪的话呢 论租 考虑了家人的安危和自己的钱 以及未出生的孩子 所以他选择向赵丞相 向头尘 来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尽管如此的话 他也没有完全背叛的世子 他的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真假 他在陪伴世子的路上 以及危险之间的话呢 也是奋不顾身地去救私 世子性命 一过三 世子的恩师 安炫大人 与上师 有个怎样的一个关系 看完全序的朋友 大家都确认了 安炫大人和极其熟悉 对丧尸是非常熟悉的 从丧州城外撰写的碑文来看 安炫大人曾在三年前 率领五百将领 战胜了三万倭寇 如此悬殊的兵力 却赢得了大获全胜 再加上扑托线索 不得不让人联想不到 安炫大人三年前利用丧尸 而取得战役的 另外在上州城外的洞狐女 医女苏妃也遭到了生死草 以及被破坏的锁念和脚铐 与锁住老国王的镣铐是同款的 另外一方面 上州城外有一片废墟守望村 当永信路过守望村时 曾向安炫大人 战功背上吐吐沫 表示比守望村有一枕牌的本物 这一切的话呢 都和丧丘城外洞狐女被所遮的丧尸 一起相关 波四 安炫大人和赵丞相 有了这样的一个瓜葛 我们之前就说到 安炫大人可能在三年前 利用丧尸的力量 在云腐沼泽之下取得了胜利 那么安炫大人 把丧尸复活的手法从何而来呢 从最后一集来看 明显赵丞相的话呢 对丧尸的了解比安炫大人更深 安炫一行人都一直以为 是阳光制约的丧尸 而赵丞相知道是温度制约的丧尸 赵丞相明显对三年前的云腐制约 非常了解了一幕 很有可能赵丞相在三年前的战役宗 就是在末后提供了帮助 在御医确诊过老国王已经死亡的时候 赵丞相就暗示御医要用森丝草 将老国王复活 赵丞相的话呢 可能也是有同样的方法 给安炫大人在三年前提供了 复活丧尸之法 帮助了安炫大人以五百官兵 战胜了三万窝口 这样看来的话呢 赵丞相把握着安炫大人的把柄 而且的话呢 在三年前他拯救了上修 安炫大人的话呢 也牵着他一个人情 另外赵丞相也是在丰满丧尸爆发之后 通过人体试验 让活着的囚犯使着初代丧尸 咬死至人所处的肉 才了解到二代丧尸具有传染性 所以这也是最后赵丞相知道 制约的上市的是温度 以后安炫大人对于世纪来说 是敌还是有 很多人都觉得安炫这个人物 给人一真一席的感觉 那在我看来的话呢 安炫大人的话呢 可能是受到了赵丞相的要挟 但即使在这个情况下 他依然是站在太子这一边 一来因为世纪在幼时 因为母亲并不是国王 正是纳娶的宫中女子 所以的话呢 遭受非议 曾经的话呢 因为这个原因要被废掉 一旦被废 母族又没有权势 在宫中的话呢 必定只有死路一条 安炫大人是世纪在小时候 遭遍悲惨遭遇的时候 给关心和帮助的人 教会他认清现实 保护自己 教导他在火下来同时 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国家的世纪 可以看出世纪的一些价值观 都受到安炫的影响 安炫的话呢 他其实心中是有着民众的 安炫下山的时候 可以看出他深得民心 而且的话呢 在曹中也极其具有威望 在剧中他也多次称呼 李仓为国本 在安炫看来 李仓的话呢 是国家唯一的一个继承人 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世纪到他上周 请求帮助时 他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帮助 数次在危险中 搭救了世纪的性命 还告诫世纪 身边有内奸 让他小心 一货六 永信的话呢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 有着怎样的一个来历 他是否故意给医馆的人 使下致命的人肉 永信这个人物 在剧中是非常神秘的一个人 他的名字的话都不是真名 是一个假身份 善用火枪 而且武艺非凡 被大家怀疑为 是捉虎队的队员 从剧情来看 他是原来守望村的一个村民 曾经和弟弟住在守望村 可能因为一些原因 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学得武艺后 回到自己的村庄 但回到村庄时 已经变成了废墟 村民和亲人都已经变为 已做作本物 从永信对安宣大人的态度 充满着鄙夷和警备 说明他可能知道安宣大人 三年前的事件 资产战役和他也有密切的关系 故事开始受着轻伤的永信 不死辛苦到东来 前去就医 多次打听生死草的秘密 以及问御医何时归来 却迟迟离开 一切都不能用巧合来解释 当众人看御医带回了市场后 都发出了恐惧尖叫 而永信的话呢 此时的话是一副了然的神奇 他给病人吃那些肉 可以想象得出 他是想让病人能够活下来 永信在医药舱中 与你输妃的对话 也能证实的这一切 在他眼中 吃死人的肉 也是在极端情况下 求生的一个唯一方式 至于他之前成为猪股队队员 用一切手段求生的一个思维方式 不谋而合 而至于永信给病人吃人肉 而自己不吃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是人肉 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 也没有吃了欲望 在丧尸爆发后 永信一次次就受不相识的人 况且医管的病人和他无怨无仇 他没有这样去做的动机 至于医管中的病人都变成丧尸 没有一把火把他全部烧掉 但是苏菲听到 御医曾经说过 他有办法去医治这些人 所以苏菲寻找生死 永信今天砍竹 多曾足夹炸男 防止丧尸醋龙 疑惑溜 赵丞相是否知道女儿甲怀孕 从整部剧情来看 赵丞相并不知道 赵王后是甲怀孕 甲怀孕的戏码的话 是赵王后自导自演的 赵丞相赵王后一同去抗议店 看着国王撕咬工人的时候 赵丞相谈论赵王后附尊的孩子的未来 而此时的话 赵王后递下来了 染红了鞋袜 于是不露深色的用裙摆挡住了血 警惕者赵丞相 是否察觉这件事情 出了寝殿之后 安排清醒将衣物协袜全部烧毁 从这种小心行政的态度来看的话 它是一直有所隐瞒 为什么处在同一利益的关系中 还要做此隐瞒 第一要保证孩子的一个隐秘性 知道这个秘密越少人越好 另外的话呢 那时候处在男尊女卑的一个阶段 赵丞相的话呢 对儿子非常的看重 对女儿却始终以轻视和命令 赵王后之所以能坐在王后的位置上 是赵丞相一手的促子 对于赵丞相的命令 赵王后的话呢 只能去指赵王后的话呢 人情风光 但是的话呢 是促促受到了赵丞相的压制 从他的语气来看 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人 这样一个强势的人 一直处于被父亲压制的状态 心犹不甘 所以的话呢 他再找机会翻身错 如果自己的儿子坐在了王位 那么他就可以代行儿子的王权 他的真正想法是做 整个国家的主宰 疑惑七老国王是自然死亡吗 从御医的记载来看 王的死亡是充满蹊跷的 老国王加分完全找出死因 作为一个国王 连死因都查不出来 这件事就非常难解释 所以的话呢 王的死亡肯定是非自然死亡 疑惑八 赵丞相为什么清零上周 很显然 赵丞相的前来就是为了复仇的 赵丞相压用了一只木箱 而这个木箱正是他人起之业 而代身的二代丧 可以料到他打的是怎样的一个如意算盘 当太子一行人在抵御前方的丧尸进宫的时候 他就会放出二代丧尸 将居民变为丧尸 让他前后受敌 这样加速上周的灭亡 不知道大家看完王国的话呢 有什么看法呢 记得给我留言哦 顺便呢 我想告诉大家 我的淘宝店铺正去营业了 为了大家在看去的时候 嘴巴不寂寞 记得前来挑选喜欢的零食哟 搜索淘宝店铺 雅言食铺 或者用淘宝APP 掃描二维码 就可以找到我的店铺 大家一定前来捧场哟 这期呢 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 点赞关注转发哟 我们下期见吧